受到法国恐怖攻击的影响 不少国人就担心安全 这几天都打电话到旅行社退团 而退团量达到三到四成 各大旅行社都放宽规定了 协助有疑虑的旅客转团或是退费 但目前呢 同样是欧洲的长城现象是奥地利捷克 德国跟瑞士的询问度都很高 如果说呢 要照常出团巴黎行程会照走 但是会尽量避免高风险的地区 巴黎直飞反台航班正常起葬 但因为恐怖攻击提升维安等级 半般delay一个多小时 赴法国的旅行团大概减少 差不多三成到四成 航班乱不少人也担心危险 旅行社纷纷接到转团询问 这两天打来询问的客人 大部分都是以转团为主 因为以欧洲线来说呢 大部分消费者可能请假天数比较多 那他们可能成型率通行都会比较高一点 外交部没有提升法国旅游警戒 基本上旅行社会依契约退费 但不少业者已经宣布 放宽规定 东南旅行社转团仅需支付团费差额 其余费用全免 康福熊师只扣必要费用 不收5%的团费赔偿金 从官网订购长荣非巴黎 14号到21号机票 可以退票或免费改期 那前往巴黎的客人 我们都是免收手续费的 就是可以完全免费的 让客人做退费 以奥捷或者是说 德瑞这些行程是比较为主的 但是旅游达人观察 法国周边国家短期之内 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根据观光局统计 在法国的台湾团客 截至15号还有10团共275人 没有人因为这次的事件受伤 还是会继续将既定行程走完 但是如果有需要前往高风险地区 会先和旅客沟通 获得同意之后 再更改成其他的行程 安全至上 记者王玉须黄炫扬 台北报道